大家好 我是幼哥 這場是玩泳啊 大家也在我留言底下說 玩泳 你給我玩泳 你就是要玩泳 我的泳也是不太會玩啦 就是還請大家多多指教囉 那泳一開始當然就是走我們魔龍路 這場全部都是S場 我竟然在一個全部都是S的 一個場下面去玩這個泳 這隊友應該是傻眼吧 你是玩泳來開戳的吧 你到底要戳幾點啊 這隻泳 也不是說泳不好啊 怎麼說 因為你S場對方納克羅斯 看到小地圖嗎 納克羅斯一被抓你就說掰掰 但是你會玩的話 你只要戳到一個後期 這泳傷害 跟你講非常可觀的 但是你的隊友 其他四個隊友 你要想辦法戳到後期 這邊把冰箭推過去之後 這個小烏龜總是我們的吧 你看我的傷害 不得了啊 兩整欸 你看這個傷害超級超級痛啊 來來來 我們的納克羅斯去他家廚房玩囉 被追殺 我們上路可以看到 凱撒路那邊可以看到 那我們納克羅斯是一個賣隊友嗎 悟空感覺要死囉 你看悟空直接被手殺 你看這個我們 直接開局就非常不好的 這個感覺 這個勇喔 感覺玩不到後期囉 對方納克羅斯 進我們家廚房 要防我們藍喔 我們上路的塔 但是我們下路可以說是蠻壓的吧 我只要一個走位喔 不被對方的 對方那個啊 夸克勾過去 我就可以生存啊 可是我也是想不透 他竟然下路走的是蝴蝶 而且你一直打我們魚人幹什麼呢 我可是在後面爽爽的輸出呢 這邊放了一個超大的球過去 對方一定閃啦 你不閃 因為對方一定覺得說 我幹嘛白白被你打這樣 欸 你這個夸克出弓 你為什麼一定要勾魚人啊 勾我不是很好嗎 這點我就想不透啦 中路這個兩個螺絲 要上陣囉 中路小地圖 看一下小地圖啊 這兩個螺絲 誰輸誰贏就看這波 可以看到對方納克羅斯 是一個撤退喔 可見這一波納克羅斯是贏喔 怎麼說一定贏啊 為什麼 因為我們納克羅斯是一個先手 先手就是說 技能先放他啊 傷害也是往他身上打的啊 對方已經撤退了喔 會繞一下野區看到 這個可以嗎 我直接開啟大招蛋 沒有尾到啊 非常可惜 差一滴 真的差一滴 我們的魚人是被勾過去了喔 但是他有大招的耶 魚人啊 熊貓先生你要撐住啊 你有大招 為什麼你不開啊 這個可以開魚人 我被吸住你不開大招 喔他三等 抱歉抱歉 魚人抱歉 我以為你五等了 原來你只有三等 非常抱歉啊 這個魚人 我只好用我的大招 一個空大 來泄恨啊 回家回家 魚人抱歉啊 原來你只有三等啊 誰叫三長這麼像 五啊 好我們上路也是爽爽的在推 兵線推打發育喔 趕快回到下路 怎麼戰局馬上就變成什麼的下路啊 因為魔龍出身啊 當然 這個魔龍戰喔 一定要的啊 一直去一個S場 全S場這個魔龍戰是一定要 可以這邊中路去下路的 我們就來中路 這算是一個換線吧 你看 你中路去我下路輕兵線 我當然在中路還你一波啊 對不對 算你一波兵線再講 所以我用小兵擋一下 小兵擋一下 你要摸我 你還摸不到耶 想摸肩膀 你還是回去戀個你三連吧 這個上路我們的悟空 你怎麼又被打退了 變成說我還要來幫你輕兵線 你這不對喔 然後這是我們那個羅斯發了一個進攻 你想進攻但是我沒大招我也不到 可以看到我們的魔龍那邊是僵直不下 我們兩方的羅斯也是不打算打 因為其實兩方都我們在顧啊 你只要一開喔 都是都非常不利 這個中路啊 卡莉米 一個尾道有射到但是沒有尾道 這個塔 我們羅斯也是不敢塔下 因為還是非常非常的痛啊 這邊蹲了一下 因為我想要來賺他一波兵線 因為我們下路沒兵線 我現在下路也不知道幹什麼 我們六等 你這個悟空 我都被勾過去了 我以為會被那個悟空會被勾到 所以有沒有 我以為悟空會被勾到 只能勾到我啊 你這個臭夸克啊 你不勾悟空你勾我 死掉囉 死掉囉 我們死掉 我們只能看這個暗暗的畫面 來為大家講解一下 我們的羅斯非常非常的溜啊 莫名的是我竟然有三個助攻啊 我們總 我們目前是一個4比5 那四個裡面我就有三個助攻 可見這個勇啊 還是可以打的 而且我都死一次 這個戰犯肯定不是我 目前來說 我們羅斯現在直接單挑這個魔龍 但是被對方的卡莉發現 我們趕快過去 好我這個大招看似尾到 可是這個狂恨你擋住我魔龍的位置 我怎麼去尾啊 直接開大囉 因為開大也是有觸發到那個被動啊 有沒有 這個蝴蝶啊一直被我連射 也是撐不住我傷害 拿到對方 你看一個雙殺 一個勇的雙殺 就是這麼誕生 這個勇的傷害真的很可觀的啊 我剛剛那個魔龍那邊 是不是被動一直射一直射 不得了喔 這個塔拆起超級超級快 這個勇就是好玩 你會玩的真的很好 像我個人就是 欸還在新手階段啊 我覺得還蠻不錯玩的啊 但是你只要一個走位不好 進場時機不好 你就被對方的納克羅斯 一直不斷的抓來抓去啊 因為你也看到我前幾部影片嗎 阿茲卡啊 雕查那些喔 所以現在的走位都會比較收斂一點點喔 欸這個大招沒尾到可惜了喔 這個瓦克 我給你大招是給你面子啊 這面子可大囉 我大招捏 直接拆塔喔 直接點塔喔 然後點完撤退 撤退撤退 因為他開大 再送他一個大招 欸460多的傷害 怎麼這麼癢喔 我不是二級的大招嗎 怎麼只有460級的傷害啊 這我也完全不理他 因為無魚人在我旁邊喔 欸這邊看應該是 這個納克羅斯你來抓我可是 欸我們的魚人去擋了一下喔 走位一下 走個位 你看看這個螺絲喔 直接打我 可是你看看到我傷害非常非常高 非常高 我把他打殘血 我們納克羅斯 撿我尾刀啊 大沙特又拿到對方 垮克的一個人頭啊 這個勇啊還是滿血 這個沒有發現到 欸我隊友竟然退了 我被那個卡莉緩視 然後就被 對方蝴蝶給帶走囉 你這個悟空你賣我啊 賣隊友不是這樣子賣的吧 我又不值多少錢 我不是就值了200塊嗎 你這樣做 根本就是不賞臉啊 你這個路徑欸 欸我讓你路徑 路徑這個一級我 200塊都不跟你算了 你還賣我200塊 喔這個魔龍 欸可惡啊 你這個魔龍 沒有把我們悟空打死 沒有把他敲死 真的就是有點可惜囉 來繼續看下去 S區就是這樣啊 打到八分半左右 才是個十比十喔 這邊兩方的人頭都僵持不下 這邊一看戰犯肯定又不是我啦 誰說勇一定是被當提款機 一定是戰犯啦 我殺了三個助攻了四個 我也才死兩次啊 那總人都是十個 我就幫忙到了七個人頭 才miss掉三個人頭 你做這個勇 可以玩嗎當然可以啊 而且還是在一個S 全部都是S的場啊 各位觀眾 欸這個勇 還可以跑性遊走呢我現在 再扶你悟空一個大招 瑞瑞一下你的那個士氣啊 哇這個悟空 來啊來啊來 悟空我知道你在我旁邊 但是我們後面有這個蝴蝶的欸 一個漂亮的閃現 一個銅閃收掉對方的人頭 這就是利用地形的優勢去做一個產線 這就是操作 怎麼是操作 這邊可以可以看啊 直接搶了對方 納克羅斯的小野怪 送你一個大招 一個孔大 可惡啊 這勇非常誇張啊 你看拆打速度 絕對不在話下 嘿這個勇啊 來來來出雙刀 這個暴擊出來之後 對方納克羅斯 你可就完蛋啊 我讓你兩劍就回溫泉啊 然後我們就七天劍喔 納克羅斯 我們撤退撤退 我們的魚人沒有大招喔 這邊隊友我們納克羅斯 點了一下 這條凱薩 什麼 你要吃凱薩 我有聽錯嗎 但是我被這個凱薩敲了一下太痛了 馬上趕快撤退撤退 我們撤退我們撤退 去旁邊打這個小烏龜吸血一下 吸血吸血吸血 你看一下 我們這大招又挽開了 喔 這個沒尾道 有點可惜啊 但是我也莫名覺得 欸 我血量怎麼瞬間回的好快喔 可能是有那個凱薩的buff 每一秒都會回1%的血量喔 這是說 你殺了凱薩 你除了有30%的輸出的buff之外呢 你還會有 就是古龍的buff 然後我這邊 再開個大招 打到有打到 欸你 我這泳只要不要空大都是對隊友有幫助的喔 欸繼續繼續繼續 看我一技能喔 一技能是有緩速功用的啊 但一技能打到 我這邊直接點塔 我們點塔就是對隊友最大的幫助 因為塔一直在打 沒小兵啊 隊友扛塔你看有沒有冤 就被打塔死了 喔繼續繼續 我們直接點塔 不要去理那隻螺絲啊 繼續 我這個輸出可不是蓋的啊 這一場就輕輕鬆鬆 有沒有 就直接成功贏了這一場 我們看一下 喔我們的MVP是我們納克羅斯 我們等一下可以看一下我的輸出 我覺得應該蠻高的喔 我個人是一個426 那殺了4個死了兩次 6個助攻喔 可見我隊友你唯我6個啊 你有沒有搞錯喔 這第二名KDA是9.2 輸出是一個全場最高29.5%的喔 53 我比對方的蝴蝶還要多3000的輸出 就可見說這個一勇輸出真的非常非常的可觀啊 承受上還有17% 你看這隊友你不會保我嗎 欸這個輸出絕對不在花下 欸不對喔 我們納克羅斯你竟然輸出比我還要高2% 好我們不要當第一 我們當第二角 好 我們納克羅斯你第一 你很厲害 好不好 我們的29%還是很厲害 那勇的影片就介紹到這邊為止啦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在底下點個喜歡喔 那如果還蠻喜歡我的話 就記得訂閱應該按下去吧 鈴鐺也很重要好不好 那我是優格我們下次見囉